将眼底镜瞄准眼睛,等待三秒钟完成摄影 再将器材归位,等待不到十秒钟 机器就会判读眼睛是否发生视网膜病变 工研院14号举办2020AI大未来产业落地技术交流会 展示各项记转成果 在智慧医疗方面,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诊断辅助分析技术 是国际上目前唯一可以侦测四种主要的病征 并可以清楚标示位置 一般医师就能进行判读,准确率达92%以上 我们就把它做得很简单 拍完以后放到一个小电脑 然后立刻就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果 那这样造福了很多糖尿病患 另外这款工研院研发的GenkiCam 婴儿照护用迁入式深度学习相机 运用AIOT人工智慧物联网相机的技术 能辨别婴儿的表情和行为 侦测婴儿口鼻遮蔽及兔奶等危险情况 及时传讯息给家长及照护人员 假设小朋友他有这些状况的话 就会透过我们的相机传送讯息给家长 说小朋友可能现在有危险 我们准确定超过98%以上 工研院副院长张培仁表示 2030年AI人工智慧将促使全球GDP成长14% 贡献15.7兆美元 台湾在制造、医疗、商务等领域具独特优势 上下游供应链均堪称完整 这些长年累积的专业领域知识及数据库 都将成为淬炼AI人工智慧创新技术的最佳养分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、杨文君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央的设计创新技术